我不承认这个事 我们这分红红才要淹在我们这 我们这并没有说因为下雨 得淹在我们这 我们都无家可归了 只要中心这边的物资 是摆上 刚刚问了 我说是可以也听我身份证 去留物资 人家说不凉不凉 这车货五号称是 当着我的面说是要 持缘我们柳和盈的灾区的 然后进去吊了个头出来了 拍视频拍了五多小时 看那车面真好看 来我目送一下我们的救援物资 可能驶向下一个灾区 然后继续出现在大家的 在等级视频上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想呼吁一下 台湾人不要捐钱 他们中国老百姓 这一次的大随灾 都不信任自家的捐款机构了 纷纷捐0.1块或是0.01块 来表示抗议表示嘲讽 结果还被中共发文表示 这些大量的中国网民 恶意捐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近周周的救灾物品 全部都被领导 全部都被当地的那些 有权有地位的人拿去摆拍 最后会不会到灾民手上不知道 你干啥 你卖物资 你蓝天卖物资 你干啥 你干啥 为什么我再提醒大家不要捐款 大家也可以发现 这次国际社会上 没有提到说要援助中国 要帮助中国 我只能说这是中共自私恶国 捐款给他们是进了赵家人的口袋 有人认为即便捐了100块 只要哪怕有一块进了老百姓的口袋 那你也是个活菩萨救人于水火啊 捐了也值得 我只想说一下 如果你抱持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你就是在助长下一次中共带来给人民的苦难 首先啊 你一直这样做 中共就知道 那我每次都可以这样赚钱 那他次次都会把天灾搞成人祸 反正我有一块两块到你老百姓的手上 剩下98块 99块 我赚 其次 中共长期对台湾的文攻武嚇 小粉红对台湾的蔑视 我们以前对中国的捐款 那可是名列前茅 结果真心唤绝起 大家心里都有数吧 结果小粉红啊 自己也没有捐款 还在网路上说 啥闭案了 没有淹水啊 你们造谣啊 而捐款也不是我们的义务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粉红 在5月1号的北京啊 他说了这些劣等的民族 没有资格跟我们活在一个世界上 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被大规模的S 苍天有眼 听到你的心声啊 这次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劝你们善良 不要讲这些 米灭人性的话啊 在昨天啊 桌州第二次泄洪 而整个河北啊 不只有桌州保定 白沟被淹没之外 在天津隔壁的河北霸州市 也非常的惨 霸州人民啊 已经上街抗议 抗议主题是什么呢 中共说谎 明明是泄洪 但你们却说是降雨 害我们家园禁失 央视却继续在吹捧 中共营救的政绩 里面的字眼啊 都使用了 因为受降雨影响 部分积水 小积水等措辞 8月2号受到降雨的影响 河北霸州市霸州镇部分村庄 出现了约0.4米到4米左右的积水 有多名人员被困 当天下午2点左右 当地消防接警后 立即出动两组水域救援队伍赶往现场 对各区域被困人员进行分批救援 先后深入四个村庄的村民家中 庭院 胡同 街道等位置 确保不遗漏一人 经过近12小时的紧张救援 我第一次知道水淹到 红绿灯 水淹没 整个二三楼的屋顶叫做小积水 那长江跟黄河应该只是一条小水沟吧 而中共啊 他在试图淡化大洪水的印象 而中共的消防单位啊 却只在霸州市进行了三个小时不到的救灾 央视却报道成 我们做了12个小时的营救啊 这一切一切就是把灾难 把伤势洗半 而央视却只有说 霸州啊 只有四个村镇受到积水的影响 但许多霸州人民却说啊 分明是47加5个乡镇村都被淹了 光这一个小城市有7万多个人要离乡背景 还不算河北其他地区还有天津其他地区了 那许多人家的工厂农舍全被淹没了 搞笑的是什么 7月31号的时候 中共发文指出啊 8月1号到2号要启用旭志宏区 请48加7个乡镇村的人民啊撤离 现在马上又改风向说 是暴雨降雨造成积水 所以你们流离失所 难怪人民这么愤怒啊 我们可以发现中共一直以来都在创造新的名词 淡化印象 特色管理这三年 各种乱七八糟的新名词 这次的水灾 它也试图淡化成积水 带大家来看一些影片 资料中心呢 对面的物资啊 是摆上 刚刚问了 我说是不是可以骗我的身份那儿去流离失 人家说不凉不凉 这个海洋视频 我这海洋演绎我真的是没想到 这车货五号车是 当着我的面说是要 驰援我们柳河营的灾区的 然后进去吊了个头出来了 拍视频 拍了五多小时 看那车没有真好看 当时他们已经明确的知道 已经涨水了 而且老太太已经被山西猎鹰 还有山东那边的救援队救出来了 江苏猎鹰 就是这大哥 这一个下午 都帮着我们去救 人家受灾群众的流浪动物 这里是我的照片 而且我跟大家说怎么样 平安 看人身上湿没湿 来我目送一下 我们的救援物资 可能驶向下一个灾区 然后继续出现在大家的抖音视频上 别来了 我求他了 别来了 关键是作秀我不怕 你我们使劲清楚 作为生成为辅助 确保持人群众力 清清健康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好 感谢大家 您好 我是河北坝州市东南庄 现在中段座人许永亮 我问一下那个中央13套那个 说河北坝州是因为雨大 我们这闹洪水 我不承认这个事 我们这分红红才淹在我们这 我们这并没有说印在下雨 得淹在我们这 我们都无家可归了 你还要这么报道我们 那哪反应啊 必须向中央反应 财产损失都不熟 我们半辈子心血都在这呢 就因为大城市 保卫大城市 我们农村受遭殃了 我们心里没怨言 但是中央报道怎么报道的 是吧 我们不承认这个说法 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打电话的先生啊 非常的天真 他说啊 保卫大城市水淹自己的家乡 他没有任何的怨言 但央视报道错误 让他不能接受 换言之就是央视如果今天说 对为了保护大城市 所以谢宏造成下游地区的人民啊 流离失所 那他就满足了 他就不会打电话去抗议 讲到这里啊 突然有点收起我泛滥的同情心了 他竟然打电话 去请中央解决问题 让央视改正报道 要知道 谢宏就是中央的决定 央视也是党中央管理的 里面是有党支部的 央视台长是盛海雄 盛海雄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的副部长 央视上级领导单位 是属于中国国务院 也就是他们的里墙管的下属机构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搞不清楚状况 你打电话去这个破坏你的单位 去投诉这个破坏你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逻辑 带回去墙内科普一下 中共最大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人民有 为什么 中共不肯在台风来之前 分批把水库泄洪 每次都是趁着暴雨的时候才一起泄洪 他就是不想让大家有这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发现 其实大部分在抱怨的人 他们都没有讲出这一点 而我认为天灾降临在某个地方 那他就是天灾 但你不能因为要保雄安心区 跟北京机场 你就把原本是天灾的地方 用人祸的方式 转移到其他没有天灾的地方 而这一次台风 你早就知道要来了对不对 你还不参考台湾的泄洪方法 请大家把这个概念也传到墙内 让更多中国人亲近 不要再被那些小粉 或是中共媒体带风向 我知道你们中国网友很有说话的艺术 你们可以把这个概念 弄一下你们在墙内的方式 去转化一下 也是可以说出来的嘛 没有人天生应该做谁的护城河 没有天生哪个城市 应该做哪个城市的护城河 铜墙铁壁 希望大家可以认清楚啊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每次的天灾都可以搞成人祸 每次的人祸都可以被形容成所谓的自然灾害 从1950年代的大饥荒开始 是不是也被中共说是自然灾害 但它事实上是自然灾害嘛 相信大家有去研究 内外部资料都可以发现 并不是 而你们每次的不团结 不作声 都是在累积下一次中共带来给你们的苦难 而现在连东北也遭受了大洪水来袭 黑龙江吉林等部分地方都被淹没了 很多的工厂农场都没了 中国最著名的稻米产地啊 黑龙江武藏市都被淹了 郊区大片农田也没了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 就是武藏龙江水货 现在是排红了 今天是4号 现在是水位是历史上最大的水位啊 最大的量 看看都空躺的 现在这扎门的也不起作用了 也不挡了 来水来多少放多少看看 包括大坝都没了你说的 那流水都没了 那个那么巨房都没了 你说那大坝都没了 大坝都没了 继续搞退林黄根啊 继续破坏山林土地啊 这些人看中国很多地方啊 都把稻田啊 梯田啊 山上那些不能种农作物的地啊 都把树给砍了 拿来种这个稻米 拿来种这个粮食 现在各种的县世报 到底为什么可以让一个小学生治国 而且还给他15年的机会 给他三连 我想问一下 这个时候农馆哪去了 不是平时很喜欢欺压百姓吗 去管农民要种什么不种什么吗 农馆怎么不出来救农田 不出来救灾啊 而哈尔滨等地啊 也在暴雨中泄洪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贵国政府 OK 我就当做你完全没经验啦 前面福建 山东等地 台风过境的时候 暴雨给你 例子看啦 你不看 OK 大华北地区 河北北京天津 大爆雨 然后你又泄洪 你就知道台风下一个阶段一定往东北走 而这个台风在华北地区的时候 已经变成热带气压了 去东北这个影响已经很少了 为什么中国还可以变成311海啸那样的规模 我实在想不通耶 台风的中心虽然没有直接穿过台湾 但它的外围对台湾的东南部造成的影响也非常大 当时台风来的时候我人在花莲确实狂风暴雨 我们确实没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不知道贵国的下水道跟这个防洪堤防洪坡 到底是在干什么用的 你们的海绵城市到底在干什么用的 你们的预警系统在干什么用的 而你明明就知道已经变成热带地西洋了 这个东西会往东北走 你还不想办法赶快分批泄洪 赶快做好应对措施 7月29号开始到8月3号 你有四五天的时间 可以预警可以分批的泄洪 甚至你可以提前撤离居民 结果你趁着暴雨来的时候才又在泄洪 而且又紧急撤离居民 所以贵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假使今天中国的硬体设施下水道工程 跟这个分红道还有这些防波的 防洪的东西通通都没做那OK 那请你先提前撤离 因为你明明知道台风要来了 华北已经这么惨了 你看到了先去撤离嘛 你也没做 硬体软体全部通通没有做好 你到底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什么样的大国崛起 好了影片的最后还是要讲一下 我们飞了底第二波的预购已经开始了 8月预购的时间是到8月31号 但我们这次采的是限量预购 意思就是我们会限制预购商品的名额 那不同商品的预购名额没了 就没有办法再预购了 目前预购名额快满了 所以大家要买了快买一下 而我们一直都是采用预购之后下单的方式 所以7月大家下的订单啊会在8月底9月的时候出货 8月底的时候关注我们的社群 IG或是脸书 我们会再跟大家讲一下出货的正确日期 今天影片到最后结束 喜欢记得留言 我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角下期见了 拜